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来看看你 华尔丽 我本来已经说好了 你不能随便玩手了 你敢给我出 想我老了还行吗 华尔丽 你别耍我了 你敢给我走 你喊 喊 你瞧让全楼人都知道我是谁啊 华尔丽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第一笔钱已经给你了 我就想来看看你 房子不小啊 这么大的房子得剩个百万吧 你快出去 你老拉我干什么 你老拉我干什么 我怕人知道 你有没有犯罪的账户了 怕了 怕了你就乖掉了 你包子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是我老婆做的包怎么呢 快咬不住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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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放肚子 放肚子 你想噎死我 你想噎死我 你住哪家啊 还做梦 还想写小说 我听人说 你在那网络上 还有报纸上发表小说 显龙啊 我老是坐下 这电脑是谁啊 这儿寝城干嘛 谁是电脑 东家的 东家的电脑 放在你的床上 是不是东家爱上你了 你 我知道 你们东家是个大作家 有的事情 他还给生辈腐皮基金 汇汇汇款呢 什么 他有钱的很 你赶紧走 找什么急啊 你们东家又去医院了 青春年 怎么也有这本书啊 这是写的咱们商委的事情 我在里边 我在鲜鱼里边图过 小说里真实的故事 就发生在咱们家乡附近 写的是两个知识青年 是一对情人 都被孙子李推荐 准上大学 女人不小心 玩了男人的孩子 男人就背叛了你 在大学里 和其他独学好上 于是女人就把男人 叫回来 翡翠山 在千日风上 将她推下了悬崖 但是最后呢 你也很绝好 带着肚子里的孩子 也从千日风上跳了下去 这件事当时很哄疼 你不是让我看 这么多奖状和奖杯啊 于是 这奖杯有劲做的吗 当代文学创作家 新时期文学创作家 青春的悬崖刘伯 于 于 这小说是你们冬家写的 刘伯兵我在里边读过 这是我读过的唯一部小说 弄乱天 他是你们冬家 他也是我们上美人 他还写过爱情的火焰啊 李玟 你们是不是燃烧起爱情的火焰了 你又在恋爱中了 你别废话 那他肯定有了事情 你看 这还有外国人给他搬了枪呢 你说这些东西能卖钱吗 华人你够了 也行 你别跟他知道 你咬这谷说 因为体验 你需要智慧 你过来 你没有事 你怎么做 这些东西 当代文人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怎么把什么万人都往家里领了 我是李温的老乡 我是从商美来的 他们家人让我来看看他 你是李温的老乡啊 来来来快请坐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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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大作家刘若冰 对 我读过你悬崖的青春 什么 您的大作我在里边 那个我读过 是青春的悬崖吧 对青春的悬崖 我这半辈子就读过一本小说 还是您写的 您写的是我们商北的事 您也是我们商北人 怎么对我们那儿那么熟悉啊 我的商北插过一年的队 难怪啊 您小说里真实的故事 就发生在咱们那个 翡翠山附近的村子里头 当时流传的 横火 老少奇似的 您 您写的悬崖的青春 得了那么多枪 还有外部人给您搬呢 了不起 是青春的悬崖啊 来坐吧 青春的悬崖 青春的悬崖 这回记住了 我东家刚回来 他们累了 需要休息 那行 那我也有事 我就先走了 这就走了 一文 你儿子 我会经常去看他的 放心吧 郁文 哪儿不能见 为什么要跑到我们家来见老乡 一个大男人和你关这门 在主人的家里 你简直不把我们当人 吴老师 不是我爸 让他来看看我的 把地址给他了 你不老实 刚才我推门的时候 你们就站在这儿 他到底是你什么人 就是老乡 他突然就上门了 站住 那这碗事怎么回事 怎么会在啥机上 怎么少了两个包子 我吃了 这可不像你李玉文 半年来你在我们家的习惯 主人不吃 你是绝对不会吃的 今天你怎么了 我饿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瞒着我们 好了 丽华 李玉文就来个老乡 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对不起 吴老师 刘老师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跑得了初一 跑不了十五